快照是Lite 6这几年来新加入的核心功能非常强 快照可以理解为预设里的预设 它将单个预设里多个模块的开关状态和参数独立记录随时调取 这就像我们用单块时调了一个不错的音色 然后给板子拍个照 以便日后再调出这个音色 PODGO给每个预设提供了四个可以随时储存和调取的快照坑位 这个真的是科技改变了生活 并且快照间的切换是无缝的 比预设间的切换要快得多 下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这个模式上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快照 但每个快照需要我们事先在编辑模式里先编辑好 按下View键进入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角度ABCD来切换四个不同的快照 为了便于理解 我用四个逻辑非常简单的快照来给大家做示范 在快照一里 我希望只打开我四个后置效果心理的第一个 设置完定了 你就可以拍个照了 呵呵 开个玩笑 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手动拍照 系统会自动储存当前的快照的 接着进入快照了 在快照二里我想打开黄色和蓝色两个模块 和上次一样设置好后就会自动保存到快照里了 接着继续设置快照三 这次我想打开这三个模块 设置好后会自动保存 在快照四里我把四个后置模块全部打开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绞定来调取这四个快照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每个快照里各个模块的打开方式和我事先设置的是一致的 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为了解化操作逻辑 这种方向快照功能仅负责记录各个模块的开与关的状态 如果你需要快照功能同时记录下模块里不同的变化参数 则需要手动把参数分配给快照 下面是示范 在想要被快照记录的参数下面按下对应旋钮并同时转动 此时参数上的数值被白色括号框起来 说明此时这个参数已经与其他功能产生连动 默认状态下就是以快照功能做了绑定 我们也可以通过长按来查看是与哪个功能绑定了 在controller的上方我们果然看到snapshot快照功能 这里说个题外的点 我们不止可以用快照来调取参数 还可以用其他脚顶或踏板来控制参数 也是在这个界面下进行设置即可 甚至还提供了一键学习功能 迅速将参数分配给脚顶或踏板 比如我要把这个drive分配给表情踏板 那我就上下动一下表情踏板就可以了 学习完毕后 现在我们看到drive已经可以被表情踏板实施控制了 你们看这狗是不是特别聪明啊 好了我现在再讲回快照功能 用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来做这个演示 我将快照一里的drive参数设置为一 快照二里的drive设置为二 快照三里的drive设置为三 快照四里的drive设置为四 这些都不需要手动保存 会自动保存下来 我现在依次调取四个快照 可以看到drive参数也和当初设定的一样 产生着变化 注意所有的快照仅仅是临时的保存在了预设里 切换到其他预设或关机都会使得快照被清除 所以最后大家一定要记住 手动保存整个预设 才能让快照真正的储存在了机器里 切记切记